大家早安,我是賢君 我今天要帶大家回顧的多愛夢電影是 Stand by me 多拉愛夢 它是多愛夢目前為2的3D電影 這部電影於2014年上映 當時它在日本的票房高達83億日元 到了目前為止 都沒有其他的多愛夢電影的票房超過它 可見這部電影在多愛夢電影之中有著一定的地位 不過它的續集除了受到疫情的影響 票房只達到27億日元外 它大量原創的劇情也導致 它好看的部分雖然還是好看 但不好看的部分就算加上感人的音樂 看起來也像是一部搞笑片 詳細的部分我當初有做一支短評 網址放在下面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好啦,那在我工商結束之後就開始回顧吧 今天我來跟大家推薦一個好東西 大家有沒有過曾經得知某些美劇或動漫 有上載或是之後要上到Netflix上面 但你之後又發現 台灣的Netflix根本沒有上這一部 對,像去年的蠟筆小新電影版就只有日本才有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薦一下Surfshark VPN 只要有了Surfshark 幾秒鐘就可以連到其他國家的伺服器 雖然你可能改不了國籍 但至少你的電腦可以暫時變成歪國人 它有三千多個伺服器 基本上大部分的國家都可以連到 而它除了可以看國外的Netflix、YouTube、Disney家之外 還可以保護你網路上的隱私 可以利用Surfshark加密你的資料 不會被追踪網路上的行徑 淋線到不同國家的VPN伺服器 也能解決預訂機票和租車時的區域定價差異 而Surfshark沒有限制使用的裝置數量 所以只要一個訂閱帳號 就不只是你VPN你全家都VPN 現在只要與影片下方的網址訂購Surfshark VPN 輸入優惠碼就可以享有17折優惠 平均一個月只要2.21美金 還可以獲得三個月額外的使用期限 如果再加上好幾個朋友分攤這個帳號 可能一個月連一頓泡麵的錢都不用 就可以用Surfshark了 不過雖然Surfshark沒有提供免費試用 但它們提供30天的退費保證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非常好的入手時間 不只有相當優惠的折扣 還會多送你幾個月的使用期限 在這30天內用得開心的話 你現在購買就是在最划算的時機買到Surfshark VPN 還不趕快把握機會點擊下方的連結 趁現在把Surfshark的帳號拿到手 OK 那接著就開始回顧劇情吧 再回顧劇情前 先稍微告訴大家一下 這部電影的劇情全都取自於漫畫裡本來就有的故事 像一開始是漫畫第一話 來自遙遠的未來 剩下來的我再把劇情講完後再一次說完 那電影一開始 大雄就像平常一樣睡過頭上學遲到還被老師罰站 在學校被胖虎小夫欺負 有時候鏡香會出來阻止他們 運動不行 讀書也不行 而這些事情都被多拉安夢和士修看在眼裡 某一天晚上 多拉安夢他們就在大雄睡覺時 從他的抽屜裡爬了出來 看到士修他們 大雄非常的驚訝 多拉安夢馬上表示 不用擔心 抽屜裡的東西已經放在我的百寶袋裡了 嘿 我想這不是大雄在意的點啦 話說還好大雄的抽屜 沒有吃到一半的漢堡和蟑螂什麼的 而我也不會放那種東西到抽屜 畢竟放蟑螂到抽屜沒什麼道理對吧 之後他們告訴了大雄他以後會跟小豬結婚 還有他開的公司遇到火災 最後他欠了一堆錢 導致他們家現在很窮 哦 也就是說因為你們很窮 所以只有多拉安夢這種機器人呢 而多拉安夢這時正覺得銅鑼燒真好吃 士修表示他要把多拉安夢留在這改變未來 但多拉安夢卻一點都不想留在這裡 結果士修居然邊轉他的鼻子 邊下如果大雄不能得到幸福 他就不能回到未來的指令 如果他想回到未來 就會像孫悟空一樣遭到懲罰 這一段算是這部最特別的原創片段 後來多拉安夢教大雄用了竹蜻蜓 大雄學會後 首先就用來偷窺正在睡覺的鏡香 顯然只要是個男的 在一開始使用高科技用具的用法上 都會有點受到局限 回家後多拉安夢就表示 他打算讓鏡香和大雄結婚 這天之後多拉安夢用任意門防止大雄遲到 用記憶吐司讓他考試得高分 用透明披風暴覆胖虎 用換衣相機幫他把鏡香的衣服換成他想要的 總之這邊帶過一堆漫畫中出現過的道具 在大雄認為他的生活不常正軌時 他才想到他的情敵中還有小山這號人物 告訴多拉安夢這件事後 他馬上拿出了冥印蛋 只要在這顆蛋裡待了15分鐘後 裡面的人就會愛上他第一眼看到的人 於是大雄立刻帶著五指轉身男主的笑容 把這顆蛋搬了出去 沒有想到這顆蛋卻意外的把胖虎給裝了進去 結果導致他愛上了小夫 大雄他們還把這件事看在眼裡 多拉安夢就勸大雄還是不要用這道具吧 但大雄還是指揮要用 於是多拉安夢用直通下水道讓毫無防備的淨香掉進這顆蛋裡 接著大雄還要多拉安夢離開這房間 以免淨香先看到他 不過這時小夫跑來他家敲門 要他把胖虎變回去 可是胖虎也跟了過來 大雄看他們在忙就趕快走回樓上 沒想到居然看到淨香喜歡上小山的畫面 原來小山想起來有失望了 回來找淨香就掉進了沒收好的洞裡 但是了解狀況的小山表示 雖然他喜歡淨香 但是他並不想要依靠這種道具 所以多拉安夢就把淨香變回去 而淨香也因此更喜歡小山了 可惜這部漫畫主角並不是小山 只要淨香還喜歡小山 就會有另一個男的和未來機械人 想靠高科技道具改變淨香的想法 哇 這樣一聽這兩個人想做事還真邪惡 而顯然大雄因為這次的事情 發現了他之前的想法不太好 於是他決定開始認真讀書 甚至可以說是他這輩子最認真的一次 到了發考卷的時候他還自信滿滿 結果最後他還是拿到了一張零分考卷 因為他複習的是數學但考的是漢字 而這次的失敗讓大雄完全失去了自信 回家後他還跟媽媽說他想要搬家 或是讓他去留學什麼的 被媽媽拒絕了後 大雄告訴多愛夢他不打算和淨香結婚了 像他這種頭腦不好又只想到自己的人 跟淨香結婚也只會害他過上苦日子而已 嗯 不過能意識到這件事就是個不錯的成長了 總之他把跟淨香借的書全部還回去 接著先樂跑來關心他的淨香的裙子 想說這樣子他就不會再和淨香有所瓜葛了 沒想到察覺大雄很奇怪的淨香 居然還跑來他家找他 他要多愛夢幫他讓淨香討厭他 所以多愛夢拿出了臭氣藥水 本來喝一口就有效果 但大雄一口氣就喝完了 這臭氣強到不只多愛夢被嚇跑 連在樓下的媽媽都被嚇出了這房子 大雄的身體也承受不出這個威力 可是在門口的淨香聽到了他的求救聲 就不顧身體對這臭味的抗拒 把大雄帶到廁所把這飲料吐了出來 看來這就是為什麼下水道的生物都那麼臭的原因啦 後來淨香罵大雄不過是被老師罵了 居然這麼想不開 罵到最後他甚至哭了出來 而大雄也因為這件事就想開了 但隔天他看到淨香和小三很要好的畫面 回去後發現了未來還是有可能變回去 於是多愛夢用時光電視 看看他和淨香訂婚前的時間 結果看到淨香邀請他去爬山 未來的大雄卻表示自己不太想去太高的山 淨香就生氣的離開了 接著他們就看到隔天淨香在山上落難 大雄卻因為感冒睡死在床上 這時大雄就想到 可以用時光包袱精把自己變成大人去救淨香 於是他們做時光機到14年後 再用任意門到淨香附近 而且大雄說要靠他自己 叫多愛夢不要跟在他旁邊 然後他衝到淨香旁邊 拿出了一張完全沒用的世界地圖 還好淨香的電子羅盤會告訴他們方向 之後他們先到了一個山洞裡避難 大雄告訴淨香這時要先生火 但他的火柴失掉了 他也不會專目取火 還好淨香有帶打火機 嘿 你身沒有21世紀的機器貓 身處在14年後 你就繼續秀你手上那上古世紀的火柴 正當他們在取暖時 淨香開始不停的咳嗽 明顯是被當時的大雄給傳染了 看著他的情況 大雄非常的驚慌失措 而淨香在這時突然表示 之前那件事的回覆答案是OK 不過大雄還來不及確認是什麼事 淨香就暈了過去 大雄想說必須要用任意門 帶他到安全的地方 殊不知任意門已經被雪埋住 哆啦A夢也在公園睡著了 哇 你對於一個幾天前才差點因為 藥水飲用過量致死的人 到了一個更容易死掉的地方 這件事還真是放心啊 接著大雄腳下一滑 帶著淨香一起倒在雪地之中 大雄腳有傷 眼睛還不見了踪影 這時他才感受到了自己的愚蠢和無力 不過這時大雄能夠相信的也只有這個自己了 他記住了現在這一刻的時間 希望這份記憶能夠傳達到未來的他身上 結果這次的大雄沒有讓任何人失望 他騎著車過來救了他們兩個 後來你們可以看到 在未來大雄把淨香送去醫院 大雄從鬼門關前回來驚魂未定時 哆啦A夢還在睡覺 大雄還問要不要叫哆啦A夢來看未來大雄 不過未來大雄表示 哆啦A夢是只屬於你的和我小時候的朋友 要記得珍惜這段時光喔 欸 要記得這段話 會在你的下一部電影 也就是現實中的6年後 他會在半年後做時光記到14年前 違背他在14年後講的這句話 欸 不過既然是未來講的話 也就代表他到了還沒講過這句話的時代 那還能叫違背他以前說過的話嗎 算了 總之大雄告訴了未來大雄淨香的回覆 未來大雄就說那是他之前求婚的回覆 說完他就頭也不回的飛去找淨香了 而大雄也歡天喜地的告訴多A夢 現在已經確定他會和淨香結婚這件事 他們兩個人就決定要去看結婚典禮 到了婚禮當天 他們看到急忙前往會場的未來大雄 兩個人一路跟著他到了目的地 結果發現外來大雄來早了一天 明天才是結婚典禮 他們會來到這也是因為多A夢按錯日期 接著大雄去參加了他的告別單身派對 小山還在這時表示 他之前被淨香發了一張 不管什麼事你都能一個人解決卡 大雄看不下去自己發酒瘋的樣子 決定去看看淨香那邊的狀況 結果看到淨香心情好像有點低落 多A夢就對他使用了石化電波 沒想到淨香居然因此跟他爸說他不想結婚了 因為他覺得他還沒有回報爸媽什麼 居然就已經要嫁人了 沒事啦從下一集的劇情看來 某個平行世界中的你手寡了一輩子 相信那個世界你已經用一輩子回報了你爸媽了 不過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爸爸跟他說 他出生在這世上已經是對他的回報了 而且他也覺得選擇大雄是正確的決定 聽完這些不只淨香感到放心 大雄他們也能放心的回去了 回去後他還見了淨香 做出了一定會讓他幸福的保證 這些事結束後大雄感到心滿意足 並告訴多A夢現在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多A夢聽到這件事也感到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也代表他的任務結束 等了這麼久他終於可以回未來了 隔天大雄又因為被胖虎欺負 跑回家求多A夢給他道具 多A夢一聽就責備大雄只會依靠他 偶爾也要靠自己 以後就沒有辦法依靠他了 大雄也在這時得知了多A夢必須回未來的事實 而且因為程序的設定 他也不能再回來這個時代 雖然我看到這時的第一個想法是 大雄爸爸的眼睛怎麼那麼小 但重要的是多A夢如果不回去就會遭到電擊 面對這件事大雄非常的失落 而多A夢同時安慰大雄 已經和他們當初相遇時完全不一樣了 也同時表達他對於離開了大雄之後 大雄能不能一個人好好生活 能不能一個人承受胖虎小夫的欺負 但大雄卻一言不發地走出了房間 就在他漫不經心地走到公園時 剛好遭遇了野生的胖虎 他像個神奇寶貝一樣進入了戰鬥狀態 而就在大雄想要和多A夢求救時 他突然意識到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所以他決定在沒有多A夢的幫助及道具下 以一個人和胖虎打架 不過他當然只是一方面的挨打 可是這次他不管倒下多少次都會站起來 結果他們就維持這樣的狀況一直到晚上 擔心大雄會出來找他的多A夢 也看到了大雄奮不顧身的身影 最後胖虎真的怕了 他喊著投降並逃離現場 多A夢也衝過來抱住了大雄 之後大雄被多A夢帶回家 在他的房間好好地休息 但是在他睡覺的時候 多A夢也已經離開了 後來大雄過了一段跟往常一樣的日子 某天胖虎突然跑來看他說 他看到了多A夢 大雄一聽到就興奮地衝回家裡 詢問媽媽多A夢有沒有回家 雖然媽媽說沒有看到 但亢奮過度的大雄認為一定是因為多A夢害羞 所以用隱形披風藏起來了 哦 所以胖虎不是看到用隱形披風藏起來的 嗯 總之他換天起地的跑去買銅鑼燒 結果理所當然的 聽到胖虎他們說這是騙人的 因為今天是愚人節 而這個玩笑能讓他們笑到流出眼淚 不過因為不同原因流下眼淚的大雄 回到家裡拿出了多A夢離開前 留下的最後一個道具 按下盒子上的按鈕就會得到他現在最需要的道具 而他得到了說謊藥水 喝下他就能讓他所說的話成為謊言 於是他對公園裡的小夫說他不會被狗咬 對胖虎說他會被他的媽媽好好的疼愛 讓他們都嘗到他們應得的報應 但結束抱負的大雄只感到一陣空虛 就像是與之波玉族一樣 回到家媽媽還問他到底有沒有看到多A夢 大雄表示怎麼可能看到多A夢 他已經不會回來了 結果當他打開房門時 多A夢竟然真的回來了 因為藥效還在 所以剛剛那句話就生效了 最後大雄又可以繼續和多A夢一起生活啦 嗯 我最近發現即使在講感人的劇情時 我還是會想要吐槽 或試著講一些好笑的話 這說不定可以歸咎到我惡劣的個性上 但我要當作這是因為我影片風格的錯 好啦 總之終於回顧完這部電影了 先補充一下 這部電影的其他故事 取自於原作漫畫中的 《彈中的靜香》 《靜香再見》 《水山上的浪漫史》 《大雄的結婚前夜》 《再見哆啦A夢》和《哆啦A夢回來了》 基本上你們看一下標題 大概就能對上他的故事了 那不得不說這部電影算是做得相當的漂亮 他非常流暢的把這些故事連貫在一起 而且原創了世修下命令的部分 雖然有點讓世修在這部電影顯得有點殘忍 但也讓《多愛夢》只在這一個半小時的電影 就要回去這件事顯得合理 並增加了緊張感 某方面來講做這部影片時 我還蠻感謝Standby Me第二集的 因為你們可以發現我很多吐槽都是源自於它 不然這電影本身可以吐槽的部分 相對來講真的比較少 而且我現在看Standby Me 都不得不想到第二集 想一想第二集真的不得了 處處都和第一集有所相關 首先一開始就是從第一集的同學會那邊進入劇情 大雄和《多愛夢》在天上飛的畫面 甚至有在第二集中沿用 重點是會比較讓人有連結的 通常都是第二集比較糟的部分 看到未來大雄現在一副有點成熟的樣子 就會想到第二集時他的蠢樣 聽到鏡香在煩惱到底要不要跟大雄結婚時 我就會想說 嘿嘿 有不得你 只要大雄那個想法一來 你想跟他結婚都沒有辦法結呢 偏偏第二集比較好的部分 像是大雄回去看奶奶 看他出生時的故事 都比較不會再回來看第一集時連結到 真的讓我覺得第二集真的是夠狠的你知道嗎 雖然也不能說是壞事啦 因為他讓我在大部分都在感動氣氛的第一集中 也能時不時因為想到第二集的東西而笑出來 就像是多愛夢在陪伴我們的人生中 不可能只會有淚水 有時也會有歡笑有生氣在其中 這時你就會想第二集雖然真的做的差了點 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就如同多愛夢陪伴著我們的人生 永遠不會是那麼的完美 沒有 我還是沒有很喜歡第二集 就像是多愛夢陪伴著我的人生 我一直都是那麼的小心眼 好啦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也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那我們就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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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選擇 拜拜 拜拜 我們 戣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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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